几年前有一个人来找我,坐在我家的客厅跟我聊天,那个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半,饭厅的桌上已经摆好了午餐,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学生,我注意到他一直盯着饭桌看。 但是我继续跟他讲话,最后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你们什么时候要吃午饭,他显然想在我们家吃午饭,我说等你离开我们就会吃午饭。 他看着我说,我本来还想跟你们一起吃,我说对不起,圣经不准我请你吃午饭。 他说什么?我就带他看了那节经文,我说你是个职业学生。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?就是永远有修不完的课,修完一门课,再修另外一门,喜欢拿纳税人的钱来读书,完全没有找工作的意愿,总是在上课。 如果你的理由够充分,是可以一直当学生。 他因此就当了九年的学生,社会在他身上投资那么多,他却没有回馈的意愿,我很清楚这一点。 他却说自己是基督徒,我对他说很抱歉,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我不能请你吃饭。 他很快就告辞了,那个气氛算是有一点不欢而散,但是他离开了。 不过大约一年后,有一天我家门铃响了,又是他。 我跟他打招呼,他说你今天可以请我吃午饭了。 他说我有工作了,我说我家里的食物你都可以尽情享用,请进。 我很高兴,他回来了。 但是讲这种话真的很难,圣经并没有说基督徒都该说好听的话。 连照顾寡妇都有一些清楚的准则,必须要合情合理。 圣经清楚地说,不肯工作的人没有权利吃饭。 这种话很难听,工作是人的本分。 但是工作不止给人尊严,也不只是人的本分,工作还会让人愉快。 上帝要我们在工作中找到最大的乐趣。 胜过任何休闲娱乐的乐趣,这是上帝的计划。 阿车